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如果您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您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這個律政司司長鄭若驊 終於回到香港了 他在今天的傍晚 在機場那裡見記者 他前陣子其實就是在倫敦 扣親受傷 可能有人恐懼他 可能是 好了 他受傷了以後 大家都認為 普遍香港市民都覺得 他是不是一直在英國留意呢 為什麼他在英國留意這麼久 都還不回香港呢 甚至乎有一些網上留言 就說他是不是想流亡英國呢 當然 因為他人都回到香港了 就證實了不是的 但是他一回來香港見記者的時候 他第一個要感謝的呢 就是多謝中央政府和中央領導的關心 而且還要感謝中國大使館 以及中國駐英的大使 這件事已經比較奇怪了 一個普通區區的一個司長 在英國受傷 就得到了中央政府的關心 當然顯示出中央政府非常重視鄭若驊的去向 以及他的傷勢 然後他透露自己的手術 情況如何受傷 這些是不重要的 但是記者問他的時候 就來了 記者問他為什麼要去北京做手術呢 當然他馬上澄清了 手術其實是在英國做的 但是就是大使館安排他回國 安排他去北京 我們國家的首都 這件事就透露了端毅了 我們再說一下 記者就再問他 另一個記者問他 為什麼不回香港醫院呢 鄭司長怎麼回答呢 他就說 是大使館安排的 安排了我們回國 這件事就很奇怪了 大家不相信你再聽我逐字抄出來的 這些字是 安排了我們回國 從他見記者這段新聞片當中 我們可以得出幾件事 第一 鄭若驊回答記者問題的時候 他明顯黑臉 情緒是相當負面的 你看看那個畫面就知道了 而且他不停強調 回國就是大使館的安排 問題就來了 到底 他被安排送中 其實就是 你現在搞這些送中條例 結果你在英國的時候 就是被送中 很明顯你是被送中 問題就是 你在被送中的決定當中 到底你是自願去北京 還是被強制送去北京治療呢 這件事是相當奇怪的 因為作為一個官員 而且是香港的官員 他甩膠而已 而且在英國做了手術 照計做完手術就要怎樣 就要療養 我就不太相信 北京治療的甩膠 是會被香港的醫療系統優勝的 到底這個事件當中 是否有牽涉到別有內情的事情呢 當然啦 鄭大師長在見記者的時候 就不會跟我們交代 就算有內情也 所以這個是存疑 到底有沒有什麼事件在北京發生呢 或者中央的官員 有沒有看到鄭大師長呢 我們依然是一無所知的 好了 另一個問題就是 為何鄭大師長 在英國仆街之後 為何你要躲藏自己行蹤十幾天 就算你說到 這個是你的私隱 林鄭今天被記者問到她的時候 她依然不肯公佈鄭若驊的去向 到底她到底 你再何方 不是馬小寧 你再何方鄭若驊呢 因為你作為香港 香港就是行政長官 以下就是三師 你是一人之下 萬人之上的師長 其實你的去向 你身處何方 你是牽涉到公眾的利益 不是問你的病情 只是問你在哪裏 其實這是有公眾利益 為何你要隱藏 或者匿藏你的行蹤 這是相當可疑的 現在問你究竟在香港 在倫敦 還是在哪裏 因為沒有人 是聯想得到你在北京 正大師長就推說 鄭大師長就說 其實我在放病假 你放病假 你也可以交代你去哪裏 但你都在出香港人的薪 在出納稅人 三十多萬一個月 放病假也有錢 不是一元也沒有 為何你不肯交代 這是非常奇怪 令人聯想了很多事情 現在突然說在北京出院 馬上要回香港 到底是否談得到什麼 或者是等你回來香港 來執事等等 我們就不得而知 我因為不流行說陰謀論 大家可以自行聯想 至於今天還看到另一篇報道 就是《環球時報》 去訪問何君曉大議員 前博士和前區議員 因為他現在還是立法會議員 其實他在這個訪問當中 他就是一反常態 平時大家如果看他Facebook的軍事行動直播 或者看他平時受香港媒體的訪問 他一般都是態度比較囂張 或者誇張化一些 各樣的語氣表情等等 但是似乎他在環時的報道當中 他顯得非常理性 他對於區議會選舉的結果 他有一個研判 但是這個研判很明顯是錯誤的 他怎麼說呢 他就說 從衝擊立法會到街頭暴力四面開花 再到佔據校園和警方談判 並以此為基地製造武器 這次的區選 算是反對派的一個階段性目的和成果 他覺得 勇武派或者前線抗爭者 他們搞這麼多事情出來 都是為了這個區選 而區選就是勇武抗爭的階段性目的和成果 很明顯是錯誤的 因為勇武派和前線抗爭者 其實一直不是要求在區選或立法會過半 他們的訴求很明顯不是這些 這可以說是抗爭的副作用 因為市民看不過眼 但那些警察只是這樣用警察的暴力 用那些私刑 所以他們只是出來投票 而不是勇武派搞這麼多事情出來 就是為了區議會過半 或者在區議會裡面取得這次的勝利 這個研判是搞錯了 但是他後來講的這個 研判是對的 他就說反對派現在他們想搞什麼呢 就是想衝擊立法會過半 以及想衝擊這個特首選舉委員會的選委過半 這個呢 他就說得對的 事實上現在泛民那些人真的在做這件事 就開始在想是否可以在這個立法會衝擊過半 包括在功能界別做多些功夫 比如說登記做功能界別的選民 讓選民的基數比較大 就比較容易贏了 他真的在做這件事 這個研判 選後的研判就對了 對於你選舉結果 其實你還在... 我覺得你是在找東西賴的 還在賴地硬的 其實是 你說勇武派 勇武派一向都不看選舉 其實是 我猜他不會不知道 不過他只是在找藉口 只是敗選的藉口 好了 至於他說怎樣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怎樣阻止泛民或民主派的過半 他說了兩件事 第一就是長遠之計 長遠之計就是要推國民教育 而且取消在課堂上散佈反華港獨信息的教師 好了 這就是長遠之計 就是搞國民教育 但是他也自己說了 遠水不能夠近火 他還說了一件事 就是要考慮提高選舉的門檻 就不讓那些犯罪分子參與選舉 好了 先說了你這個所謂近期的措施 你的倡議就是要提高選舉門檻 這是相當之奇怪的 因為 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就是參選權 就是受到基本法的保障 你搞確認輸的制度 其實很多人已經不滿了 所以你才會激發到一群人跑去街頭抗爭 因為你剝奪了他們一群人的被選舉權 好了 你現在還說要提升選舉的門檻 你想提升到怎樣 當然在這個訪問當中 他沒有很詳細地說 只是不讓那些犯罪分子都能夠參與選舉 你這個犯罪分子的意思是什麼 你講的那些示威者 凡親參與示威的人不行 其實你講的這件事是相當危險的 本來你搞確認輸的制度 就已經提升了選舉門檻 無中生有的這件事 是本來無一物的 確認輸的制度 當然最終在區議會選舉當中 你只是一個人被DQ了 因為政治的原因 就是黃之鋒 你就說他港獨 那他就沒得選 但是其他人來說 就算你發了這個問卷 最終都是批准給他入閘 只有一個人因為政治原因 而被排拒於外 但是你現在還說要搞選舉門檻 其實不是想被美國制裁 對不對 選舉的門檻本身已經有了 是不是 他有足夠的提名 他能夠給案金 本來已經是應該給他入閘 不應該切任何關卡才是 你還反而說要提升門檻 簡直就是不可理喻 最後你就說 長遠之計 就說要搞國民教育 或者取消散布反華港獨言論的 教師的資格等等 你這些更加知道 就是多餘 國民教育2012年的時候 已經推過一次了 最後就是被人反對到沒有了 但是你還說要取消所謂 反華港獨教師的資格 老實說有多少教師會在課堂當中 散布這些信息 有還是沒有 還是你自己憑空想像出來 或者在打稻草人 不要打這些港獨的稻草人 或者隨便扣一頂港獨的帽子給那些教師 在課堂上有多可會討論這些議題 除了通識課 可能會很輕輕地涉及到這些議題之外 關於港獨的討論 反華怎麼反華 哪一個通識課題可以配合反華的言論 不要經常打稻草人 建制派經常找藉口 幫自己失敗 幫自己敗選找藉口 然後就說這些言論出來 老實說 你們一天來自欺欺人 不去改變態度的話 想得到民心的機會 就接近零 你得到什麼民心呢? 為什麼說接近零呢? 因為還有一些深藍 以及極左的人會支持他們 但是你想成為社會的主流民意 或者社會上真正的大多數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因為你都不是針對著問題的核心 來作出研判 只不過是你自己不停來打稻草人 動一些又說港獨 動一些又說反華 沒有意義的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